來看到這個蔡英文總統 這一次在總統大選裡面 他是六都全勝的局面 台北 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那麼尤其對韓國瑜來講 像是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都是藍營執政的 但完全都是大輸的一個局面 更別說在立委選情的部分 台南市 高雄市 根本是民進黨完全全壘打 我們剛剛一直提代 其實這一次的選舉 好像就是個世代之爭 是年輕人出頭天 的確 這一次的選舉人 一共有1931萬人 20到23歲的首頭族人數 有118萬6千多人 那麼從這一次開出來的選票 我們一直都在講 新的立法院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年齡層 一定會一直往下探 最少年輕個10歲 搞不好 那麼尤其是看到了 民進黨內高家於上了 賴平瑜相當年輕上了 還有空降的陳柏惟也上了 我們稍後會來討論 他幾乎是扳倒了台中地頭蛇 嚴加班 那麼范綠是這樣子的 放手 完全讓年輕人向前衝 他們也真的是不負眾望 衝上去了 那國民黨這邊 我們看到有許淑華 蔣萬安 屬於終生蛋 江啟臣也是 侯孟凱很年輕 當然這個也都選上了 那麼告訴國民黨一件事情 世代交替 世代交替 這個腳步一定要跟上來 靖平 有一種這種投票的一種傾向 就是看到不同的面孔 年輕化 新臉孔 新鮮感 當然剛剛你講了江啟臣也好 還有這個女戰神許淑華委員 還有這個蔣萬安 洪孟凱 除了洪孟凱 是第一屆選上的新立委之外 新秀 其他像江啟臣 蔣萬安跟許淑華 都是其實國民黨內形象好 而且問政能力加 學精力都是品學具優的 這樣一個優秀人選 可是在他們各自的選區 其實你說要大贏也並沒有 以許淑華委員來說 還有這個蔣萬安委員也是一樣 精力一般吳英龍 他的一個挑戰者的 這個勤勤苦追 然後一度還把蔣萬安選區的 支持者都嚇住一身冷汗 所以你看到這幾位 在國民黨可以說是 學精力形象牌的 這樣一個優質立委 在面臨挑戰者的挑戰的時候 因為民進黨這一波總統大選 蔡英文還有包括 他打了這個亡國感的加持 所以很大一個 剛剛趙新跟幾位來賓 講到一個重點 年輕人手頭足 剛剛講118萬的手頭足 我們在講說這次的年輕人投票 的傾向當中有大概是82 甚至最差 最差有73 嚴格來說應該是82以上 甚至91都可能 就是8投給民進黨 2投給國民黨 甚至9投給民進黨 1只有一成投也這個 一成不到投也國民黨 所以這樣的一個 所有的年輕票的貫注之下 讓這些年輕人還有包括 可能影響了他們一些 中間的這樣的一個選民 知識的選民 他們看到了國民黨的這個臉孔 他會聯想到的就是民進黨 他在選舉裡面操作出來的 這樣一個假議題 亡國感 危機感 可是就算是假議題 對這些選民 對這些年輕人 還是很有效 還是很吃緊 也很吃香 那有用 很受用 所以年代的影響 就是區域裡的選情 所以以至於你剛剛等一下 我們也會講到說 像什麼陳柏惟 他是空降到這個海線 顏清標的兒子顏寬恆的選區 他也不是那邊的人 而且實在400天前 他還是一個Roser 然後400天後他因為 從本來在這個高雄市的逆襲 高雄市議員選不上抗韓 結果沒想到 當時因為韓國瑜這個韓流是主流 所以他當時是Roser 可是等到400天後 當全台灣全國上下一片 打韓黑韓的時候 他變成抗韓大將 結果韓流暴起暴落的這樣 結果的同時 他變成Hero 這不是相對的映照 也是非常的這個吊詭 而且非常諷刺嗎 好 賴品瑜也是一樣 還有包括這個高雄 高雄雄當然他是靠自己 他拚命的往中間走 還有過去他跟這個 柯兵友柯的關係 賴品瑜他又是這個 從新北市也是空降到那邊去 雖然爸爸也是在那邊的人出身 但是你看碰上老將李永平委員 他以前也當過立委 而且他的問政犀利 他在台北市政府的這個經歷 完完全全不會輸給這樣一個 現在立法院這一屆最年輕的 28歲的賴品瑜新柯立委 但是沒想到卻在這一波大海嘯之下 這樣的一個雙重效應 加上作用之下 你看到國民黨這些 優秀的立委候選人 都會陷入苦戰 要不然就是突然翻船 像沈智慧 碰上了這個莊敬成 竟然就這樣子 輸給了素人莊敬成 你能說人家服務不好 不見得 你能說像陳柏惟的對手 袁寬和服務不好 那也不見得 袁家包括他爸爸 袁清彪 大甲鎮南宮的董事長 在海縣他們那個選舉 二十幾年來 你說他服務不好也不可能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一次或許年輕人 有一種堵攔性的投票 他不爽 然後他也不爽國民黨 甚至剛剛我們這兩天 歸結了一個很大的害怕共產黨 然後討厭國民黨那種情緒 討厭民進黨的情緒有沒有在 有 不是那麼多 他在這個氛圍當中 在這個海嘯的效應之下 被壓下來了 反而是因為這樣一個 亡國感的議題操作之下 他選擇了先以主權的這個為主 經濟夠巴豆 以前不是我們常常聽到 中南部的選民綠油油的 為什麼綠油油的 以前都是阿扁的始終的支持者 我們常以前聽到台語說 巴豆比比也要顧阿扁對不對 現在都巴豆比比也要顧周康 要顧主權 所以肚子在餓 經濟先放一邊 我還是先把這個主權放前面 以至於這個海嘯推庫拉朽之下 這些優質的立委 或是在地方深耕服務 很久的候選人 一下子在年輕人的效應 加上雙重的這樣海嘯 跟我剛剛講的 這種整個主權議題的吹呼 相互吹呼作用之下 整個就垮下來了 但是我要想到的是 這些新的選上的立委 尤其新科立委 他可能得到了這次 選民青睞的機會 比如說以陳柏惟來講 以賴品瑜來說 但是不要忘記了 2016年也曾經有人類似這樣的例子 以台中楊重映的對手 這個時代力量的洪池庸 現在後來已經變無黨籍了 還有包括民進黨的呂孫林 他們也是在2016 這樣的一個爆起效應下 像浪潮一樣 他們被推到前面去 拿到了一屆立委的機會 但是民眾 尤其是年輕人 還有當地的選民 選擇給他們改變 喚醒的一個機會 網廊坐跨埋這樣的一個機會 他們要把握住 因為立法委員 是除了地方縣市議員之外 很重要的在地方要深耕 要服務的這個民眾了 立委員碰不到的事情 包括國營事業的 什麼瓦斯水電 自來水 還有包括煤氣 天然氣 這些東西電信 中華電源 全部都要有快 有賴於國營的這個事業 就是中央的這個立委去協調 如果立委沒辦法去克服這些問題 做好選民服務的話 很快一屆 選民不會再給你多了時間 所以為什麼呂孫林落選之後 地方就說他跟地方沒有連結 跟地方不情都沒保的地方 然後為什麼這個洪池用落選之後 然後人家那邊聲音就傳出來之後 因為他不做選民服務 地方選服他也都不碰 就有這種聲音傳出來 因為選民給你一屆四年的機會 他很快就會去檢驗你 你有沒有做好你的國會問證 就跟地方縣市議會問證 是另外一個層次 是兩把則是 另外一個就是選民服務 台灣還是講究一個人情的社會 除了台北市跟高雄市的 這個民意代表 我不是說台北市的立委或是市議員 或高雄市的立委或市議員 不要做選民服務了 一樣是要做 只是沒有像中南部的各個縣市 比較偏鄉偏郊地區 他們的人情的這樣的一個選服 他的壓力跟人際關係 跟人情的關係 會大於都會區你知道嗎 所以相對於 給他們這些機會的時候 一屆三四年的時間不到 他如果沒有把握住 很快就會在這個洪流當中 就消失了 所以你看到楊瓊英 這次能夠全逃 為什麼 人家說他基層生根的自豪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這樣的道理 所以我覺得 當然國民黨這些優質的立委 很可惜這一次 因為這樣的一個作用之下 有幾個就這樣掉下來 但是我也覺得不要氣餒 如果真的在地方生根服務 紮實的這樣一個基礎的話 我相信之後還能夠捲土重來 確實 我在大安區的對手 其實是當了四五屆的議員的 然後現任的不分區 然後也當過雙北市的局長 教育局長 但是我這一次 其實在大安區開出的票數 是我們非國民黨籍 有史以來開出的最高票 以及得票率也是最高的 而且博爾4乘42.3%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顯示 就是因為大安區是大家傳統說 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或是說就是一個 非常深藍的一個選區 但是在這個深藍的選區 尤其我是在選前四個月才投入 以政治新人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之下 投入這個選區 卻最後與我的對手就是差距如此的 就是開出這樣子的 就是可以說是一個創新高的紀錄 我覺得其實也可以證明說 選民真的是在求新求變 其實有些時候就是我們 當然就是當年輕的挑戰者 年輕的候選人遇到 比較資深的候選人的時候 資深候選人常常會去想要攻擊說 年輕的候選人就是沒有經驗 但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選民其實相較而言 對於沒有經驗這件事情 是可以容忍的 因為有些時候 在台灣的政治裡面 有些時候太有經驗 反而與你的許多的政治的包袱 與你許多的可能一些醜聞 一些其實不見得 那麼正面的事情會相連結 其實相較之下 年輕的候選人 當他的學歷經歷 是選民覺得可以接受的時候 他相較於 就是說他在選立法委員 或民意代表的時候 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選民反而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其實這也就是回歸到 我們剛剛談的 其實就是年輕的力量 在台灣的政治裡面 真的是有發揮它的效果 其實這也是就是 也可以說是一個 至少我們對照香港 可以說是一個潮流 就是說在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我們也可以看到 是年輕人在推動的 其實也在回過頭來影響到 台灣的年輕人的 這一種政治的意識 我覺得其實在台灣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就是真的是要需要新陳代謝 需要傳承 因為畢竟就是 你真的是要從年輕的時候 開始培養人 才不會出現斷層 剛才我有提到說 國民黨現在可能就是 所謂的青壯派 相比之下到了時代力量 甚至到了民進黨 都已經變成老人這樣 但是這就會出現 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人還是敵波自然 就是還是會有 就是凋零的這樣的現象 但是當同樣如果說台面上 就只有一個世代的人 他們就是佔據了位置 等他們就是漸漸的退出之後 接下來下面的人要補上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斷層 我覺得其實不管是哪一個黨 都要去正面面對這個問題 然後也是正面的回應 台灣年輕人 年輕選票的這一些 對於政黨 對於政治人物的期待 國民黨的新生帶來 淑慧 所以你看到這一次的 立委選舉這樣一開出來 也覺得真的 國民黨也時候到了是不是 不管國民黨那些老將 或是老臣 是不是不得不 也應該要交棒給年輕人 我覺得要看每一個地方的不同 有一些地方 因為立委選舉跟縣市首長選舉 跟總統選舉一樣 都是單一席次 也就是你差一票你就落選了 所以或許我們全部的立委的得票 加起來或許還不算低 但因為可能很多地方 就因為少一點點 少5000票的 少3000票的 少2000票的 可能每一個地方 30個地方都這樣 少1000票 年輕人 加起來你就是少了30席 有可能是這個狀況 所以每一個地方有不同的可能 譬如說像以內湖南港 我最熟悉的這個選區 其實李彥秀很年輕 李彥秀才40幾歲而已 他服務又勤 他可以說是立委的模範生 我跟大家講 你絕對想像不到一個立法委員 四年如一日 每天早上5 6點就去送車 送完車 然後他會去菜市場 隨機去菜市場打招呼 每一個行程都會親自到 所以像這樣子的立法委員 他在立法院四年八個會期 幾乎都在未還委員會 在一個沒有那麼高的 政治的議題的委員會裡面 然後主攻的是民生 跟健康的相關的法案 但是遇到大海嘯一來 跟世代交定沒有關係 跟年輕選票沒有關係 跟抗中保台有關係 所以年輕人都出來投票了 為什麼 大家如果去看 高嘉瑜他主打的就是 對抗中國 他沒有其他的政見 其實我們沒有聽到他政見 他唯一的政見是說 民生細止線 但是跟他很好的柯文哲 當了他面都說 我不會浪費時間去做這件事 所以他後來就沒有政見了 沒有政見以後 他唯一打的就是對抗中國 如果只是一個對抗中國 就可以選一席立委的話 我們就知道 李彥秀他提了再多的政見 不管是政機也好 政機也好 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就是一個大帽子扣下來 選高嘉瑜才能保護台灣 選李彥秀你就不能保護台灣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殘酷的一種打法 柯文哲說這種打法 就懶惰的打法 什麼叫懶惰的打法 就是你不用跟人家比政見 你也不用跟人家比勤勞 我比的就是我扣你一頂帽子 把你打到死 我只要說投蔡英文就是保台 投韓國瑜就是賣台 投高嘉瑜就是對抗中國 投李彥秀就是親中 所有事情都不用做了 大家知道吧 一個立委跟對抗中國 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但是他的看板就是可以這樣打 然後就獲得年輕選票的支持 而且因為內湖比較特別 內湖大概是台北12個行政區裡面 最多年輕人的 因為我們有內科 所以每一個選區會有不同的狀況 像顏寬恆那個選區 我今天才聽記者講 還沒全部記者是通蘇 因為沒有一個人 連這些資深記者 沒有一個人會料想到 顏寬恆會落選 對 顏寬恆是怎麼樣 也年輕 他也年輕 對 他也年輕 他很年輕 而且你不要看他說 好像他是中部的立委 他是一個非常時髦的人 他會做那個小影片 小動畫 大家如果上網去看的話 他有做很多小動畫 有時候連我都會看 我就會覺得說他很有創意 用簡單的動畫 去闡述一個政策 所以他的手法也是很年輕的 他在地的服務 也是走得非常勤 以我來說 我曾經在我外公過世的時候 在烏日很鄉下 顏寬恆親自來 我那時候想說 這是你的選區嗎 好遠 所以他也是一個 第一個 他的宣傳手法也是創新 然後他也是年輕世代 可是結果怎麼辦 他對上的是陳柏惟 也是打一個抗中保台的 又是一頂大帽子 就把你扣下去了 所有你的服務 你的問政的專業 什麼都不用說了 你就是會賣台 就是一頂這樣子很殘酷 一把刀就把你砍下去 連讓他喊冤的機會都沒有 我覺得這是這一次選舉 讓我覺得非常殘酷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對手 不跟你比政見 也不跟你比履歷 他就是說你就是賣國賊 你就是賣台 然後我們的年輕選民 大部分返鄉投票了 坦白說 為什麼叫返鄉 就你不住在家裡 你不在家裡 你怎麼知道說 這個區域平常服務好的 是哪個立委呢 你不知道 你是在你的台北工作的地方 或桃園的工作的地方 看了網路 然後因為輕中保台 這個是口號 你就拚了命的返鄉去投票 然後 所以立委選舉 你也認為是主權牌奏效一樣 當然 當然都是 我們只要看這兩個主打說 他們這兩個選區 剛好國民黨的候選 也都是中壯世代 然後對手剛好都打的是 抗中保台 可是兩個都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讓我覺得未來的選舉 我們不知道怎麼打 好像我們平常不用服務 就是選舉到了以後 大家就高來高去 高來高去 炮火四射就好了 這對台灣真的是好嗎 剛剛說我當然很認同說 民進黨不斷的給年輕人機會 但是我有一點建議就是 年輕人是不是第一個職務 就必須要讓他選立法委員 這件事我是有點疑慮 為什麼 我們如果說40幾歲 領年薪250萬的吳英寧 因為不專業 所以被外界封為高薪實習生 請問一下一個立委 一年要消耗國家800多萬的預算 包括助理費 包括立委的薪水 然後一個二三十歲 他可能沒有寫過法案 可能沒有看過總預算書 不知道什麼叫一倍金 二倍金 災害預倍金 是什麼編出來的 什麼叫做營業基金 然後我們就讓他 因為我年輕請讓路 然後我們就讓他進去當立委了 結果呂孫玲不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嗎 一直到四年後 我聽他國會質詢 還是質詢了吞吞吐吐的 所以我覺得給年輕人機會 不代表要一下子 就讓這個年輕人 變成高薪實習生 我覺得這對國家的立法品質 並不是太好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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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